看看新闻网 婆婆虽然是不及亲妈 但家里呢 中秋还是一个情大与礼的地方 不过呢 最近有一位一线艺人啊 对自己这个婚姻是颇有微词了 她抱怨当了这个妈之后 浪漫就少了 而这人呢 就是我们的假奶量 天天挂在嘴边的李小璐 结婚之后呢 浪漫这些就会少一些 少 少 少很多吗 对 少 确实少很多 你不是说 今年日那些都不过了 还是生日那些就 对 今年日也不在一起 然后什么看电影啊 约个会啊 什么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如果不是听李小璐亲投诉说 你一定很难想象 婚姻生活会那么容易 被平淡所占据 此前的刻骨明星 还人人历历在目 目前的幸福生活 才刚刚开启 这浪漫怎么就没有了呢 要知道 在丈夫假奶量的眼里 事情可完全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刚刚最想霸掘的是 你会被哪一位美女 经常流眼泪呢 肯定是小璐的嘛 一般都是没追到她之前 我在流泪 现在你是让她流泪吗 也没 那不可能啊 那肯定不可能 我跟小璐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 好 我就义无防顾的 永远向前冲 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的 爱着死去活来的那种 哟哟哟 看这里咱奶量 说起李小璐时的 那股认真劲儿 这可真是越爱越深 情比金尖的节奏啊 这一对精通玉女 从开始相恋到结婚生子 感情方面一直是顺风顺水 可现在面对镜头 一个是发牢骚 一个是表忠心 这一切难道都是浪漫 有的祸吗 通常老婆觉得缺少浪漫 那应该是丈夫花少了心思 可要是这么去评价 加奶量 那未免也太不公平了 而为她打抱不平的方法 非常简单 看一贯的表现 看一下凯球 好好奇 我又不是 我真不是想炫富啊 我真不是故意拿这么多钱 我也不知道怎么 就一百块钱 不然 一百三十四 可你们会笑话我吗 你放心 还有一张 有一张黑卡 什么黑卡 像他跟小鹿 对啊 有一张我们两个照片 是什么时候拍的 这个就是 那时候看着你 看着你好年轻啊 那是你吗 一个男人的钱包 往往隐藏着他最大的秘密 而通过这样的小测试 对他来说 绝对是小猜一叠 他对爱情的偏执 甚至已经近乎疯狂 小鹿一直跟我强调的一点 就是什么 我告诉你 不要跟我吵架 知道吗 我跟小鹿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 一无防顾的 永远向前冲 我跟小鹿就是有缘 这就是天注定 我告诉你吧 我今天我就是 得了一百个影帝 他在家里 和在我心中 就是永远的女王 所以你并不在乎人家 管你说你是李小鹿的男朋友 完全不在乎 我还觉得我很骄傲 我也很好 我有这么一个老婆 你有没有没有吧 找到了一个 有忘夫孕的老婆 谁是我老婆 谁是我老婆 好吧 原来采访的主角 也可以瞬间大挪移 你可千万别觉得腻味 女夫友到了李小鹿 指不定在哪投着乐呢 你可真专业 太舒服了 你可太专业了 多省钱呀这样 能把贾奶量调教得服服帖帖 没两把刷子怎么行呢 于是呢 我们在贾奶量参加的 某真人秀节目中 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原本只是贾奶量同学的聚餐会 可偏偏只有贾奶量 一个人是邪夫人前往的 这如胶似漆可见一般 谢谢谢谢 那我们先先点菜 走这一会一会 小鹿你要啥凉菜 他还是老苏这头 给他点 老苏这头 老苏这头 给他点 如果你以为贾奶量 是个气管炎 那可就错了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李小鹿呢 绝对是给足了丈夫的面子 尤其是在他的朋友面前 听着贾奶量和同学的天高地远 李小鹿却安静地 坐在一旁小鸟一层 给贾奶量和李小鹿两口的 只要是那个 我们大家就是送完 然后别人问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收拾 这份生日呗 好谢谢 谢谢谢谢 老师说头吃吧 嘿 嘿 再帮我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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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都给你签了吗 签一个签一个 来来来 签一个 签了我们再吃饭 谁要几个 要到你朋友那边想 面对热心小粉丝 一再的签名要求 比起其他人的犹豫和不耐烦 除为人母的李小鹿 却显得非常有耐心 不仅劝说老公签名 更是在一旁及时地提出意见来 别吃面 是我们家孩子的 我喜欢的 我可不要去 刚刚的小鹿还太多了 你借金别生气 我说我说 你刚才那夫人 而当家乃亮因为节目组设置的情景 而忍不住发怒光火之后 又是李小鹿在第一时间出来理解丈夫 我聊天啊 好 mom ок 此元 那这个这酒我买了 不用送 干吗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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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的 干嘛呢 亮亮 这那都要好一点 trump 什麽谁 yd 什么谁啊 farklı 壮命 别闹 别闹啊 别闹啊 太好了 太好 哎呀 干嘛 我想吃饭 你喝点 什么 accessing bridge in DK啊 当然在丈夫束手无测时 李小璐也会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出 她是没有配信的 我跟小璐一件同意的 我跟小璐一件同意的 我在一起 而当最后时刻得知这一切都是节目组安排的恶作剧之后 向返艾夫的贾强亮终于按满不出内心的委屈 这眼泪鼻涕可是娃娃的哟 第一时间安慰丈夫 第一时间保护丈夫 李小璐这个妻子可谓是面面俱到 当然最后时刻还是要以正面形象 树立微信的 相夫教子幸福生活 时不时的敲打敲打丈夫 时刻又小鸟一人般地围绕在丈夫的左右 李小璐的生活早已被疼爱她的丈夫所包围 说是浪漫不如婚前 有时候口是心非 未必不是最好的渔夫之道 不得了吗? 我认为你很高兴